嗨,大家好,我是来自EG天机网络的林东城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区块链赋能不动产 也就是区块链在不动产行业的一些应用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的公司的一个背景介绍 我们的平台介绍以及一些应用的案例 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EG EG呢,是国内中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房地产服务企业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的 是做房地产的一些服务 包括从房产的交易 金融服务,生活服务,以及文化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我所在的板块呢,是天机网络 也就是为以上这些各个板块去提供科技赋能的 那所在的这个区块链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服务的一部分 那我们再谈到区块链赋能不动产这个背景下呢 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不动产行业有哪些特性 以及区块链能够帮助去解决哪些问题 首先呢,不动产行业它是一个参与方非常众多的一个行业 从这个最初的这种招标到后面的一个施工的一些设计啦 建造啦,到销售啦,然后在后面的这个物业管理,资产管理等等 整个过程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参与方 而这些参与方呢,甚至有很多他们并不是那么科技化 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们相互之间的协作 或者说是协作过程中的一些相互信任的一些点呢 就会沟通问题,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希望 去块链的这种对等性,也就是说通过对等的这种合作互信 来去打破一个合作过程中的一些信任问题 第二部分呢就是,不动产呢 它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一个行业 它无论是单个项目的一个规模 还是这个人在去购买这个资产 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能够通过不动产 将这个资金的这个成本啊 或者说是在资金的这个风控等等方面 这个就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第三部分呢就是说那个不动产呢 它是一个生命周期非常长的 从一个不动产的建造到它的整个使用过程 那长达几十年 那么围绕着这些资产的数据就会非常有价值 那么如何通过不动产构建一个开放的一个档案 就是不动产的一些档案 对于不动产行业的一个推进过程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方度的一些点 EG呢最早是从2016年 2016年下百年的时候吧 我们随着国内在这个比特币或者说是币圈的一些 非常的名声大噪吧 那个我们集团呢也开始关注起这个区块链 那么但是因为EG呢是一个面向服务企业的 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去走向这个发币 而是通过区块链这项技术来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么先后呢在2017年的这个315 当时国内的主要的问题 在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好 因为政府呢为了去这个加强这种公平性就给出来一种摇号的政策 但是呢很多这个开发商或者说是这个操作人呢 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这个暗箱操作造成这些摇号呢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区块链的这个智能合约呢 它在这种它的透明性啊 它这种就是不可篡改这种特性呢 在这个方向上面呢就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帮助 我们呢是和这个北京的一些公正处一起基于区块链做了一个摇号的一个项目 在后面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做了包括这个资产管理 酒店的一个资产管理啊 然后呢特别是在2020年 中国的国家主席那个对于这个区块链啊 作为一个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啊 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EBUS就是不动产区块链的这么一个平台啊 然后在随后的一些一年多时间里面呢 我们实现了大量的这个不动产相关业务的一个商链 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EBUS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它有如何来去帮助不动产行业呢实现这个商链的 EBUS呢是应该说是国内少有的 甚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唯一的一个专注于不动产和区块链相结合的 当然我们的底层技术呢是基于超级帐本啊这么一个技术 然后呢那个结合我们一居在不动产行业长达20年的一些 包括项目积累行业资源以及这个专业技术方面的一些能力啊 来去帮助行业进行这个不动产的一个商链 那么我们的主要的服务的内容的话包括这个首先是发言的咨询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一些业务场景下区块链到底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呢如何去改善这些企业之间的一些合作啊 那么紧接着呢就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开发和整合 因为这些合作企业呢他们或许会有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些技术 但是对于区块链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会去去编写包括智能合约包括这种开发接口 这样的话就是实现这个传统的这个IT资源和这个区块链进行对接啊 实现的突然实现上链 第三部分的话就是一个联盟的组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区块链呢它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个一个合作 也就是跨企业主体之间的一些合作 那么这时候如何能够把这些合作伙伴通过区块链进行一个链接 以及让他们通过这个有效的协作来实现这个业务上面的一些提升啊 那么就是联盟组件和这个协作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纯技术的这种部署了运维了这种合约升级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内容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架构图 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在系统开发对接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提供了包括从智能合约到这个证书 就是企业这个参与方的一些证书的一个获取 然后呢到本地服务的一个对接 最后呢是一个链上的一些包括数据流程的这些串联 那么系统对接完了以后呢 后面在这个终端用户也就是说呢我们提供了这个分布式应用 从PC端到这个移动端的分布式应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可以让这些业务可以比较轻松的推送给这个终端用户 然后呢在社区的一个联盟管理上面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联盟里面进行一个发起一些新的合作 一些加入到已经有的一些联盟内 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合约上面的一些升级的操作 最后就是一些BUS的工具 这些BUS工具的话就是实现节点的一些管理维护的一些工作 那么底层的话都是基于超级账本 以及我们常用的一些这个这个区块链的一些技术 这个的话是我们在不动产行业里面所做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 那么围绕着不动产的一个生命周期 他比如说在他的开发阶段 那么我们在这个物资采购和这个联合开发上去打造了这个物资采购链和这个联合开发链 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这样 就是说在采购的时候的话 是进行一些这个供给物资的这种标准化 也就是BIM化 那么对于供货商和这个采购商之间通过区块链进行一个撮合 那么在这个联合开发上面的话就是现在国内的大部分项目的话 因为项目规模的不断的这种扩大 那么就造成大部分项目呢 现在都不是单个企业在做 而是由多家企业各自发挥自己的一些专长 然后呢进行一个联合开发 那么他们在联合开发的过程中 如何进行这个数据的一些共享 那么就用到了一个这个叫联合开发的一个链条 那么在销售这个环节上面的话 在新房销售和二手房销售 以及这种大众资产的一些交易过程中呢 我们打造了一个EPC 这也是后面下一个篇章里面要讲的一个核心内容 在这呢我就先不展开了 最后部分的话就是在运营部分 运营部分的话 基于这个比如说在去年 就是中国疫情里叫盟业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物馆就是寻登这个方向 就是你进入一个小区的时候要登记 那么这些人员的登记信息如何和这个行业协会 其实物业管理协会进行打通 那么通过区块链呢做一些这些链接 其他的这个数据资产啊 这个行业测评 还有这个债券方面 这些都是一些应用案例的常见 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努力呢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相关机构和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认可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有那个上海市的一个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就是上海星星委员呢 颁发的不动产大数据区块链的一个基地 以及那个三级的一个数据等保和这个系统能力的一个测试 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分享三个具体的案例 这些案例里面是如何通过区块链去解决这个行业里的具体问题的 首先呢要分享的一个案例的是这个不动产交易 因为EG的核心业务的话还是不动产交易 那么在不动产交易这个环节中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区块链来解决的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国内的这个经济机构 目前他们面临的一些痛点和问题 那么国内大大小小的经济机构非常多 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一些经济机构以外 大部分的经济机构呢 面临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他的客源比较少 就是他们能够那个接触到的客户 就是和他手里的这个这个房子呢可能不匹配 第二个呢相对来说房源呢可能也是较少的 因为作为一个单个机构他可能不是全国的 或者说是他的这个门店或者资源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他的服务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要完成一个房产交易他有大量的这个这个 限价的服务内容特别是在交易环节中如何去更快的 获得这个这个银行的这个按揭贷款以及在过户 拿税等等方向上的一些服务 那么大部分的一些经济机构来说呢他并没有一些很多的资源去构建 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那么对标 对标美国他有一个这个MLS 就是由这个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一套系统 这个系统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他可以将全美所有在售的一个房产呢进行一个聚合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这个经济机构呢都可以从上面去拿到自己这个相关的一些房源 然后和自己的客人进行匹配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想打造一个中国版的一个MLS 也就是ETC 普通产交易的一个生态环境 那么这里面的核心呢就是一个开放共享协作的 开放共享协作的一个中国版的一个MLS 那么在打造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呢 基于过去的传统技术会有哪些问题呢 中国那个EG尽管是作为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服务的企业 但是单靠我们企业的一个信用是很难将这些 这些这些合作伙伴呢聚合在一起的 那美国的这个MLS呢是基于行业协会 也是最早的 但是在中国呢无论是这个专门的这个主管部门 还是行业协会 其实他们都没有参与到这个建设中 或者说是不愿意参与到这个建设中 那么这时候的话 在这个这个官方就是大家集中信任的一个点上呢 其实是存在困难 就是大家那个没有政府参与 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资源去共享 啊 而企业和单纯的商业性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呢 大家其实都彼此不信任啊 因为担心那个 你把我的房源拿去了 或者客源拿去了 或者说是靠你的这个垄断啊 来去获取一些更多的这个利益啊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由谁来去制定规则 谁来去那个保护这些数据 那么就会成为打造中国Miles的一个一个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呃就是想到了这个区块链啊 那么区块链呢有几个特性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去消除这种信任上帖问题 首先呢是共享账本也就是说呃所有的这个防源数据呢 他都是写到了一个共享的账本里面啊 当然这里面的写呢是一种呃怎么说呢是一种呃在在安全有安全保证的一个基础上去写进去的 那么呃这时候的话相关的合作方就不用担心所有的数据呢 都在呃比如说都在EG手里面或者说是都在某一家企业手里面啊 造成了这种这种这种差异 第二个呢那个也借助呃区块链的这个智能合约 那么在规则的透明性以及规则变化的这个叫呃公平性就是民主化的这个点上面呢就可以实现呃这个共同协商啊 共同制定的一种一种呃保障吧啊 啊起码说这时候我们的合作伙伴知道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保障他们的一些利益啊 第三呢呃这是一个底层联盟啊就是呃在国内去打造一些互联网平台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会担心的是嗯我如果让我的客户进到你的平台上 那么是不是将来呃我的客户就会被你去去去去去劫持啊 啊那么呃因为我们呃这个通过区块链打造的是一个底层联盟啊 也就是说一个一个基于上层应用的一个下层链接 那么所有的用户以及经纪人的群体呢操作的还是原有的他的这个端口界面啊 这时候呢呃就不会存在这种这种呃入口被控制的一种风险啊 从而呢也是消除合作伙伴之间的一些顾虑 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那个呃区块链的一些呃这个这个基本概念以外 那我们呃核心是做了一些什么呢呃在几个方面 首先呢是在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通过区块链进行链接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呃整合方式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就提供了多种方式的这种整合啊 那首先呢是基于这种呃DAPP的一些方式 也就是过去的这个呃行业的提供的一些软件呢 大多都是基于SaaS的啊 那么SaaS呢就造成了这个合作方他呃他的身份 以及他的这个数据的内容的真实性 那么会受到一些质疑 那么基于我们呃提供的这种桌面端以及移动端的解决方案呢 可以快速的将呃传统的这种SaaS软件呢把它转换成一种DAPP 啊当然这里面是结合了这个本地的一些包括呃证书的获取 那个信息的加密和这个定向授权等一系列能力啊 啊那么呃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呃 呃基于传有呃就是原有系统那个给他去部署这个叫节点啊 就是通过呃节点链接的方式去实现呃最后一种方式呢 是将一些呃外化的这种这种应用呢 呃把它装在一个容器里面就是有一些并没有系统 但是呃又希望拥有自己系统的这一些呃合同伙伴呢 可以将一些标准的一些应用通过这个呃容器打包的方式 把它部署在那个合作和合作伙伴的一些本地啊 啊那么对应呢我们会提供呃相应的这一些呃这个这个节点的 部署了这个呃容器化的啊一些的一些服务 呃这是我们呃一些那个巴斯的一些管理工具啊 主要是用于节点的一些部署升级啊管理的一些操作 嗯在我们推进这个呃生态合作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遇到了一个呃数据标准的问题 也就是说那个在合作的时候 首先呃标记一个资产如何来去呃 大家共同去标记一个资产以及围绕这些资产 在各个这个呃服务阶段一些数据的一些呃格式啦 那个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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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 那么我们和呃中国房地产协会啊 以及呃几家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 共同去打造了一个伊马通啊一个伊马的标准 对那么呃呃大家可以把这个伊马呢想象成一个房产的一个呃身份证号 那么基于这个身份证号呢在呃房产的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呃 呃不仅将它相应的信息呢去呃和这个身份证号进行串联 房产的身份证号串联 并且呃或者数据呢落入到一个公共的一个账本里面 然后基于这些账本的数据呢就可以呃和一些相关的一些 包括金融机构呃行业协会以及这个呃政府啊 这是智慧政务之类的进行对接来去扩大这个呃使用的范围啊 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是和呃包括呃和蚂蚁一起在宁波在那个杭州和这个珠海 这个城市呢去推进这个呃就是与不动产有关的这个证物上面啊 那么呃还有和这个楼底他也是专门有一个呃智慧政务的系统也是去基于区块链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可以将这个呃政府的这一些呃可公开数据 包括土地数据的税务了这个呃规划之类的一些信息和市场上拥有的 包括这种市场的交易数据一些客户的一些行为这些数据呢通过区块链的方式 进行一个互联互通 那么呃刚刚提到说呃上链的数据呢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呢 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CA来保证这个相应参与方的一个身份的一些真实性 然后呢提供相应的这种加密呃定向授权的一些解决方案啊 以及前面所说到的这个联盟那个互动的一些方案 然后来去保证这个呃数据的一些安全 呃从去年的下百年呢 那我们呃一局和阿里呢是呃共同那个呃推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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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之后呢 我们是和中国房地产协会呃以及大量的这种房企和金融企业 以及那个在构建这么一个呃这个联盟呃这个联盟呢 现在已经在那个呃就是行业协会的这个呃背景下呢 去成立了专门的区块链工作组来推进这项工作呃 呃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呃服务模块 在这儿呢就不做过多的展开了 呃那么这里面跟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呢是呃债券交易链啊 啊那么嗯战券交易其实在我们这个呃这个行业里面是个特殊的存在 呃因为呃中国政府对于这个设房资金的一个严管控啊 反过来呢这些企业又特别缺钱 那么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开发商企业通过这个去香港发行企业债的方式进行融资 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但是呃在呃中资美元在这个市场上呢 他缺乏一个统一的市场呃那么在布伦伯格上面发布的一些呢 都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那么呃对于一些呃大的券商来说 基于中心化的技术去打造一个呃这个统一的一个交易市场的一个平台 其实很很很容易但是呢嗯其他的券商就不会进来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希望把自己的数据和自己的用户去交给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去帮助去打造了一个战券交易链 那么这个战券交易链呢就可以将多个券商将他们的这个挂牌信息呃 呃然后以及他的一个撮合基于智能合约的一个撮自动撮合 然后到交易的一个确认过程然后呢进行一个链接 那么同样和我们的这个EPC就是那个呃不动态交易协作一样 他都是会打破这个这个呃企业的一些互不信任呃的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呃见面产品这是对于没有自有系统的一些券商来说呢可以直接部署直接使用 那么最后一个案例呢是艺术品党案例 艺术品党艺术品这个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是艺术品的个物理资产的本身的价值 其实呃不及他背后的这一些呃文化价值而这些文化价值呢更多的是艺术品的档案存在的 那么如何呃全生命周期的跟踪一个艺术品的呃全生命周期呃 呃那么就需要跨机构之间的一些协作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打造这个呃艺术品党案列呢是联合了包括这个这个鉴定机构呃一些交易平台一些行业协会或者一些院校 来去共同维护从艺术家的一个呃核心资料到艺术品的全生命周期 那么呃核心目的呢也是通过呃大家一起协作的方式呢来去共同维护一个呃艺术品的一个一个 嗯这个真实性可真实性啊那么防止你去买到一些假的一些艺术品啊大概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